而花莲市公所8号上午也在美人饭店举办 110年度的模范母亲集模范婆媳的表扬大会 市长温家贤穿着大红喜气服饰进场 向在场的接受表扬的婆婆妈妈们表达最高敬意 二零市公所办理的模范母亲继模范婆媳表扬大会 8号上午在五年级民歌二重唱的一首首经典老歌中 正式揭开序幕 现场工作人员不是穿着旗袍就是西装笔挺 呈现优美浪漫的氛围 而市长温家贤各是协同妻子吴韵成及两个女儿 穿着大红喜气的服饰进场 向在座的婆婆妈妈们给予最高的敬意 并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其实当妈妈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我从老婆怀孕到她生小孩的时候 都有陪她到产房 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相信有陪过太太到产房的 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妈妈是拼了老命生下来自己的子女 然后拼了老命把子女抚养长大 我大概就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母亲在小时候 她工作非常非常忙碌 所以我小时候都住在我外公家 大部分的时间 所以我外公常常都会带我回家 去跟妈妈吃个饭 我妈妈也是每天都会跟我通电话 到了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如此 就算是我当了议员以后 也是每天每天通电话 那有一天晚上后 刚刚通完电话之后 凌晨就发生一些事情 她就送到医院 突然之间整个人就昏迷了 那到了现在已经将近八年时间都握床 就已经在床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爱要及时 要好好照顾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要等到后悔的时候 才要你一口给你一口的背叛 那今天我要谢谢所有全身下的妈妈 也要谢谢你的太太 我们所有场的父母都公开 话电视今年有51位模范母亲 及六对模范婆媳接受表扬 每人守时会有花卉的圆善 一一上台由市长亲自颁发讲座 而市长薇佳贤也以亲身经历呼吁大家 爱要及时并照顾好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妈妈是一个相当辛苦的天职 要感念母亲的辛劳 好好孝顺父母 记者 许立琴 话电视报导